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就否定了整个西班来人的弥赛亚观了 你们所要的基督是不必受苦的 你们所要的基督是是替你报仇的 你所要的基督是坐着王位以得胜的权柄 复兴以色列国的 我告诉你 不合一 真正合一的办法是神所定的 那么从这个节度就看到先受苦后的荣耀 先将得后尊贵 先死后复活 先顺从后得完全 这个原则一了解之后 你再看圣经的时候 你看出基督人不一样 你看见他为我们的罪受害 我们如羊走迷 偏心其路 耶和华是我们的众人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 他被压伤 他受害的时候 不将凶杀的话 他被钉的时候 手脚被砸 他大声呼喊说 我的上帝 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开我 这些是不是圣经啊 是啊 是不是啊 是 为什么基督徒念出那些圣经来 为什么西班来人都旧也都不出那些圣经出来 我问你 你知道一件事吗 很重要的 今天我们寿难节就读以赛亚第几章啊 53对不对 你知道现在西班来人怎样解释以赛亚53章吗 他们说以赛亚53章就是指以色列人受苦是为全世界 我们被教育罪人 我们是人偏行几路 上帝使他受苦 岂不是他是为别人受伤 因为他受了刑罚世界的医治 他是用那个解释 他没有办法看到是基督 所以西班来书的作者就看到 基督的程序是借着苦难尽到荣耀 那这个明白你再看圣经完全看不出来 你怎么敢说以赛亚53章是指耶稣基督被定斯利亚的事情呢 因为圣灵这样引导的 圣灵怎么引导呢 圣灵在《师徒行传》第八章里面引导什么人 圣灵看见这个爱提阿伯的太监来的时候 他就在那边读以赛亚53章 这什么意思呢 圣灵受圣灵感动对他说 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受死 那就是指耶稣基督 那是正确的解释 所以马丁路德说 有人只要荣耀的基督 有人只认识受苦的基督 我们要从这两方面认识 基督是受苦而进入荣耀的基督 阿们